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法律包括教育法令 包括消费人法令 包括防务法令等等 那国会员就是我们所选出的代表 代表我们在国会里面通过辩论并制定这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 那选州议员跟选国会员都有相同的功能 他们都是制定法律的 只是在国会员所制定的法律是全国都通用 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央的法律 那州议会里面的州议员所制定的法律呢 是特殊在那个州属里面的 所以州议员跟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最着急的还是安居乐业四个字 第一离不开治安 社会需要安定 第二呢 年轻人的出路问题 从他们的生税机会 或者是学习一门技艺到秀业到他们最终需要房子 需要代步的工具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公共设施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共同规划打拼的 我的是不对国会选区面对的是过度发展和交通阻塞的问题 所以我当务之急呢 是把我的选区选民所面对这个困境 传达给吉隆坡市政局 和在国会里头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也要确定我们的栋域是保护的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也要确定这些栋域的栋域 在这里有增加的 而不是增加的 我当前起务是要提高共同意识 让人民与政府合作 把我们的家居环境弄得更卫生 那么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居住的要求 我的月薪是6508块59分 如果加上所有其他津贴的话 总数是12943块54分 我每一个月的开销也差不多1万块钱 因为我请三个助理 此外我也还要交租金 以及我的办事处的一切的开销 尽可能在这1万2的范围内做好我的规划 但是不可能说长期向人家募捐 我们的底薪是6000块钱 加上其他津贴 大概一个月是1万块钱左右 很多人都在负责 每月都在负责 每月都在负责 因为有很多责 我们要赔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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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赫责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立场开销 你不应该在完全不认识候选人的情况下 谁把你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他 你平常也要关注他们的言行 以及有关的候选人 过去几年来 到底为人民 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尤其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 看什么国家提供 积极的出席候选人的讲座 或者是辩论会 他们的网站 面子书 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过往的这个记录 有机会的话 跟他们接触 跟他们交谈 甚至跟他们辩论 那你就知道 谁是你最佳的人选 充分认识你的候选人 并投出你神圣的一票 才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民 为我们自己投下一票 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 投下一票 政府的钱来自人民 也来自你所缴纳的税 如果你放弃不投票的话呢 你也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投票就是行使我们的权利 让我们选出理想的人民大议事 选出一个理想的政党 来治理我们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